今天2021年1月28号周四 我接到通知去布鲁克林打肺炎的疫苗 经历七上八下 因为第一次打第一针 不知道打了以后是否有什么反应 现在我正开车往布鲁克林走 有什么情况我会跟大家如实的汇报 这个是第一次有两种 打哪种肯定是不知道了 等到那停表才知道 谢谢啊 等着 打针是在一个没有人的学校里边 非常安静 我到了让提前五分钟 大后我提前十五分钟 所以我要在这儿等着 基本上很安静 十五分钟打完了已经了 到里边根本不用等 一分钟就完了 完了大家就在这儿等 等十五分钟以后呢 没有事了就可以离开了 非常的快 根本没人 这是打完针以后在这儿等十五分钟 你没有危险了你才能走 工作人员随时有问题就举手 他马上就快过来 他怕你出现什么状况 他怕你出现什么状况 他打什么马登呢 地方好大 他不让你拥挤啊 大概都是间隔的 胜利返航了啊 打针的地方根本就不用等 好多人在等着你 他为了交叉 怕交叉感染 打完针以后呢 他在一个大剧场里边等着 这样的话里边也都坐的人很少 都隔着距离 用螃蟹隔着 服务员呢 你有什么事一举手 他就过来了 帮你约第二次 服务非常好 所有颜值吧 打 根据个人情况 打比不打好 那你就去打 那你要害怕你就没法 这个是自愿的 没有人强迫 纽约的针如果要是够的话 一个月整个领约州人多能打完 因为工作人员很多 真不够 我给他打赔 你 你 给他打赔 你 你 给他打赔